趕著開會預言又止 民主黨主席柯文哲任內三大案 不只蔣市府要查 其中北市科金華城都被質疑 土地廠商已被北檢分他次案調查 立委被告 既然這樣就等待檢方釐清 博柯文哲前幕僚公開喊話 是否涉貪事關重大 柯文哲應該被停權 民眾黨要依循高雄安模式 趕緊召開中平會 啟動調查並且去做這個 所謂停權的處分 開刷應該要比照高雄安案來處理 不過根據民眾黨中平會的條例 若相關法條會影響到自身名譽 就需要送中平會程序開會決議 但同沒有內規先等待檢方調查 只是若真查出問題 喊出查案的蔣萬安 是否也代表他的連任路也穩了 老話一句尊重司法 但柯文哲的政治生涯不免受到衝擊 畢竟過去柯文哲可是以五大弊案 形容前朝好是福 不怕被查經了其考驗 但柯文哲是否會成為第一位 被停權的黨主席還未知 而黃國昌會不會接受黨主席一職 因為前幕僚吳敬儀可是暗算一句恭喜黃國昌 畢竟黃國昌現在聲量僅次於柯文哲 且就這麼巧黃國昌才爆料總統來找柯文哲 喬NCC人士但柯文哲卻是這樣回應 跟黃國昌說法都不容 或許柯文哲也怕民眾黨被黃國昌主導 TVVS文劉一賢年軒台北常報導 在他所主政底下的都委會 為什麼對威京集團就像是神燈去人一樣 要什麼給什麼 拿出當時公文民進黨議員簡書培 直至當年金華成向市長市陳情後 由柯文哲蓋章決行 提請都委會研議 幫金華成變更容積 而民眾黨強力反擊 檢疫人是真的不懂 還是被意識形態蒙蔽了雙眼變笨了呢 這些決行章是市政府非常合理合法的程序 民眾黨開槍但即便檢調展開調查 藍綠還是沒停質疑聲浪 前立委高嘉瑜就在臉書揭露 金華成容積率解套有兩個關鍵時間點 包含當時監委劉德勳 讓容積從392%到560% 另一個關鍵點是在柯文哲任內 可給20%的容積獎勵 讓金華成容金率一口氣衝到840% 至於北市科案就被爆料醫療園區綁標內幕 穿梭其中的柯市府時期 衛生局長黃世傑後來就進新光醫院 被律雲質疑難道坐實圖利 柯文哲真的跟新光的交情匪淺 這一次呢因為柯文哲卸任了 結果呢黃世傑就被安排到新光 新光當然必須要把這個北市科拿下來 增加擴充他們的版圖 柯文哲任內三大案 北市科金華成 檢方已經開查 而另一案台志光警用監視器爭議 律於連番質問資訊局 質疑科前市府人員 帶走當時文件 目前在檯面上的任何合約文件 都是透過公文系統來做所知 這一切都合法和規定 藍綠夾沙下三大案總統爭議 還等柯文哲一一說明 題目系的秀儂 楊佩玉才是常報道 會覺得說被政治追殺 趕著開會匆匆走近 沒回應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台北市長任內三大案 包括北市科地上權招商 金華成容積案 都被質疑土利廠商 現在還因為有民眾告發 北檢二號依涉犯貪污治罪条例 分他字案偵辦 將柯文哲列為被告 後續將指揮廉政署搜證 那如果真相水落石出 也要還給當事人一個清白 我們也希望在市北科 在金華成的案子裡面 不要出現相對應的 政治辦案的問題 我們也呼籲有部分的議員 不要把自己當檢察官 不要用這種騙論式的抹黑 既然這樣就待檢方調查 民眾黨要藍綠議員 別再做文章 其中以上就包括 針對北市科招商會議 原大人受聲明 和北市府的會議紀錄大相徑庭 因為原大先是否認 曾參與北市科相關會議 再表示當天是四點到市府大樓 討論內湖數位創新中心BOT案 不過當時與會時任產發局主任 許建輝說當時確實在下午兩點 召開會議 內容也都是以北市科為主 說法都不攏 我們就是要釐清事實 調查真相 所以我們都以請正風來進行調查 雙方各說各話 除了檢調以及北市府 正風處開查 還有議會調查小組 藍綠議員更喊要約談柯文哲 北市科議會的調查委員會 預計下週一會第一次的召開 柯文哲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 他約談我 實在是 絕對尊重議會 不只藍綠夾沙 現在也是檢方調查對象 總統質疑都要柯文哲自己說明 體會新聞線 紅綠蘭佩惟還很常報導 你知不支持調查小組 去邀請柯文哲 一起來做說明 尊重議會 這答案連自家議員也不買單 議會要開查柯市府 任內的兩大案 組成跨黨派九人小組 不排除要訪談柯文哲 及前朝官員 這叫做專案小組 調查小組 並不是公審小組 乾脆要不要把黃大洲市長 也一起請過來 不滿這針對性太強烈 指北市科的地上全案 元大良度發聲明 位於北市府接觸 但市府的會議紀錄 和元大所說的都不龍 事實上面就是有簽到表 所以今天是元大在說謊 現在此時此刻 我們沒有辦法斷定 到底這個元大的聲明 有沒有說謊 或是會議紀錄有沒有 因為我們有會議紀錄 他有簽到 對 會議紀錄也很清楚 我們的人也說 他們就是有道有發文 有反彈紀錄 所以我們才會必須要 啟動相關的調查 這意思就是有簽到 但有無出席 還不確定會交由政風 來釐清疑點 但金華城案 政風已啟動約談 都發局四人 市府更透露 檢調也來索取資料 指金華城案自創的韌性城市 合給20%的容積獎勵 會議主持是前副市長彭政宣 而且當時會議就由委員反對 有其他的包括都市更新 是適用這一種移居城市 韌性城市 自提的嗎 有嗎 我們查到看到是沒有 我已經請獨發局 他們提出相關的經濟方案 就避免未來再有 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強調不會讓金華城2.0發生 但事件當事人的柯文哲 仍在這 到新竹縣相待會拜會 因為有意要推派人選 參加議員補選 更與國民黨地方要找 密室協商 但面對自身爭議纏身 柯文哲低調不多談 先轉一陣地 TVB的新聞 劉宇俊 你也先消除台北長報道 勞動節體驗客服專員 面對民眾的疑難雜症 一一親自解惑 但實際要面對的另一個難題 他在台北市長任內的金華城容金率 這解釋 560是有個上限 那我們現在要突破那個上限這個字 所以法理上面你必須要解釋說 這是為什麼要可以突破這個上限 台北市議員中小平找出當年都委會783次會議直播畫面 要證明當時在場的委員專家其實都有意見 曾光仲個人說堅決反對申請人所提出來的 今天曾光仲講這麼重的話 刀叉吃人肉嘛 空白支票的話都講出來了 你彭正森跟柯文哲怎麼敢給他過啊 說正話直指金華城案就是地方史上最大弊案 中小平一號拿出證據送進監察院 也將在二號到地檢署提告當時的政副市長 柯文哲和彭正生 都委會也在會議當中提到 會組成專案小組來進行討論 再提請都委會審議 所以這些都是討論的過程 我們不知道中小平議員現在到底所謂何事 另外針對北市科地上全案 議員有淑慧也有質疑 市府議會的記錄和元大提出的時間 根本都不攏 我覺得元大也沒有必要躺昆水 他們不發聲明就算了嘛 那我就問市府啊 那如果你們這麼有把握 自己是有開這個會的 為什麼至今沒有發聲明 也講不出個所謂 備受各界質疑 現在當時的種種會議也被還原 要來揪出問題所在 TVBS和花正生 這種宣傳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謝謝鏡頭 粉絲 市民內容